这个罗比较大啊 这罗的话也跟拳头大小差不多了 哎呦 看这个 我的天呐 这个就 哎 我这大肉 它不要这么肥吧 是不是太肥了这个 哎呀 水太多了这个 这肥的水就是多 行这个收了吧 这个可以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这大鼻子 哎呦我去 太长了这个 我的妈太贵了这个 哎呦 你再来一点点 再来一点点 再来一下好吗 就是咱们就一下 哎 哇 哎呦 哈哈 我没想到啊 就找嘴一下子上来了 不怕不怕啊 小哥哥过来呢 哎呀鼻子断了 这回看见鼻子怎么断的了吧 这不到三十斤的这个 你这水费有点大啊 下次注意了啊 这不到三十斤的东西 怎么好多意思拿出来 勉强收了吧 今天啊 教你们如何抓这个章鱼 章鱼一般在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像这个石头 哎 你看啊 哈哈 哈哈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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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肉太多怎么办 其实我想吃那个比较瘦一点的啊 就是完全没有肉的那种 抓上来就剩个牙 我就喜欢啃它牙 叮叮叮叮 收了 那只海鲜 在这儿 哦 哇 呦 这海鲜在盗鱼呢 哈 吃了一条鱼 海鲜就用身体的这个地方 然后分泌一种那个特殊的粘液 然后开始分解它 你看这地方开开了吧 如果这地方完全打开这个鱼 基本上好像都能塞进去 它就用它的那个 我也不知道是嘴啊还是什么东西啊 给它吸住包住 然后一点点分解 吸收它的营养 行 别吃了啊 可以了 海鲜带走吧 这鱼就放了 早遇到我的话 是不是这个鱼早都活了 这种海鲜不能吃啊 其实正常 药材里边有这一类海鲜呢 咱们就做做标本就可以了 这种石头底下有章鱼的可能性比较大啊 哎呀 我看 哟哟哟哟 呀 看 不怕不怕 不怕 小哥哥过难呢 哈哈 过不过瘾 这行不 哎呀 这没啥意思 怎么抓章鱼 这啥意思 放上去吧 放 试一下 三十来斤的小鲜子 应该是吧 是 呦呦 这也不小 哎呦 哎呦 还行 看 竹蟹� 还是抓竹蟹鲜行啊 这竹蟹鲜啥不辣 这竹蟹鲜 还是抓竹蟹鲜行啊 这竹蟹鲜啥不辣子 自己的盆还就出来了 这么容易 竹蟹鲜放点盐就出来了 看 这个大 超级啊 噢 噔噔噔噔噔 这块糊啊 这刺软 这小这个 哎呀 怎么还冒白疆了呢 这个 这可以 这还说不小了 石头上还有一个 太小了 不要 咱们呢 是 老弱病残孕啊 这些不抓的 像这种的话 这血气方刚的 一看着就行 所以说这种就带走 就ok 嗯 带走 这个行 哇 就这个地方 有没有章鱼 哎呀 有 有 老大了 看见他了 在这 嘎一下子 你看我给你 嗯 这怎么 如此的熟悉 这是草莓吗 这是什么 和我的草莓 如此的相似 哈哈哈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骂完呀 不知道啊 啊 我知道了 这是猴子吃的 你看上面 这不是猴子啃的吗 啃的牙印吗 这小垃圾带走 章鱼游泳非常快 他会爬还会游 哎呀 当下有个章鱼 好上那边去游去吧 呀 吐个磨 看到了吗 小章鱼过难呢 他准备要握沙了 看看章鱼是怎么握沙的 海鸥不管吃章鱼 他要握沙了 章鱼准备要浅沙 他那个爪子可厉害了 非常的厉害 他准备用这个身体浅在那个沙子里面 很厉害的就是不管是石头 只要有缝隙他就能进去 脑袋进去了 室内要进去了吧 看看大家 很有力量的 只要给他一个缝隙他都能钻进去 下去了 就剩个蛋了 不是剩个脑袋了 脑瓜蛋 就剩个脑瓜蛋了 好 感谢你的表演 出来吧 你跑不了啊 好了吧 那位看到了吧 哎呦 我的马 哪都挺好吧 就是这水有点湿 确实是章鱼 哎呀 莫泽洛斯伦 别烤 拿下 哇 变身了 怎么变成海老鼠了 怎么解释这个 这章鱼变成海老鼠了 我都不能吃 棒了 我是章文明 有缘关注吧